主料,猪肉200克,鸡蛋两个,高筋面粉300克,虾100克,补量,葱适量,姜适量,料酒适量,酱油适量,油适量,类型适量,鸡粉适量,棉白桃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1到2人,面粉加鸡蛋,加少量盐,不加蛋的皮很白, 可能为了有营养吧,我总是习惯的加点蔬菜汁,鸡蛋等,和好的面粉仅半个小时,葱姜虾剁成碎末,均匀拌入肉碎中,加酱油,背景,13香粉,鸡粉,白糖,料酒,一个鸡蛋,少量水,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,建议多搅拌一会,要让肉碎均匀入味即可,便用压面剂压成薄片, 最好一档一档的压开,这样很饱很好吃,自己压的比买的皮更有面味,最后吃小块包好馄团,拌内爆香菜和菜虾皮,滴几滴酱油,放盐,味精,香油,锅内放热水,馄团下锅沾开后,捞出放入吃鲜肉热水,冲好的汤中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